請你用FOR的條件回圈 寫出一個99乘法表 那邊寫2 剛才先寫一個99乘法表 再從2開始 也可以 那怎麼樣寫一個99乘法表 這個地方的話 應該其他語言都寫過了 Java Enjoy VB C-Sharp 都可以寫 那PHP怎麼寫 其實也是一樣的 第一個 這個檔案名稱叫Lesson 4-2 這個也是FOR 剛剛講那個FOR 然後還有WHILE 還有DoWHILE 有那種三種 重複的那個回圈 那其實甚至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請利用WHILE條件 WHILE不是FOR 寫一個就會很麻煩 請利用DoWHILE 可不可以都可以啦 只是說小改一下 來看一下哪些地方要改變的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完成的結果 其實寫完之後 大概就這樣 我把它弄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是99乘法表 弄完之後 1的在這裡 2的3 H到9 後面的數字就是 1到9 所以特別注意喔 前面是由誰決定的 前面是由那個外部的回圈 外面那個回圈 所以這裡面的話呢 會需要兩層 兩層回圈喔 OK 不過有些同學可能一層就已經快要搞不定了 兩層的話可能更辛苦 不過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喔 首先我們來看就是說 這個的程式該如何撰寫 因為我最後會需要做什麼呢 最最後會需要 每一個 就給他換一行 每一個 換一行 所以這裡會需要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BR在這裡 因為我將來輸出是在網頁嘛 最後結束的時候呢 再幫我輸出一個什麼 一條線 所以這個一條線在這裡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呢 輸出的部分呢 第一個當然是 外部的回圈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for 寫法我想跟 跟java或者其他語言都蠻像的 刮鬍裡面 需要給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初始值 所謂的初始值就是說 你要從第幾個開始 那我宣告一個變數 i 初始值等於11嘛 第二個是 會進入到 回圈的條件 是當他什麼 小於等於9 就是123456789 也會喔 到12 不會了 那他佈進的方式 加加 加加是等於加1啦 i加1加2加1一直往下 OK 這應該沒有沒有問題吧 那大瓜湖 大瓜湖一直說我要執行什麼東西啦 那再來的話第二層 J 這個J指的是後面的啦 I指的是前面的 OK 所以第一個 當I等於1的時候 那他做什麼呢 J等於1 然後他一樣是第一個 那我要需要怎麼樣 把它串起來 所以怎麼樣串喔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 Echo 就是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 我要的這個結果的 這個訊息喔 那第一個的話呢 我就 輸出什麼呢 這個地方有個串 串接 那串的話就是 我要可以把這個東西 I 跟J 串出來 那中間加一個 乘號 好 最後的話 把這個東西輸出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了解一下邏輯 那順便喔 第一個喔 就是先試試看用FOR迴圈 第二個呢 用FIRE迴圈 那再來還有一個 用DOFIRE迴圈 其實都可以 這裡的話先 比如第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就是輸出的時候 輸出 這個I 那I指的是什麼 I指的就是 外面這個嘛 所以 1乘上 J的話是 從1開始 所以1乘1 等於兩個相乘的結果 放後面 然後再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換行 那就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所以最後你可以看到的結果 就類似像這樣 就是 1乘1 等於1 對不對 然後換一行 對不對 然後再1乘2 因為2 2是什麼 2就是J J已經加加了 所以他之後的話又再 有沒有 然後再相乘的結果 然後再換行 然後再 換下一個 3、4 最後全部跑完 對不對 全部跑完之後呢 J的部分跑完了 然後 再來就換行 有沒有 再來就 回來 換到這邊 I 加加嘛 所以 I就是 在 變2 I 是類推 3、4 全部就跑完了 應該懂的意思吧 因為這個 這個東西 在其他語言都差不多啦 所以特別注意 主要 可能跟其他用法不太一樣 就是變數的宣告 這個變數 PHP的變數 你會發現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所以PHP很愛錢嘛 到處都是錢 所以每一個變數前面都有錢 OK 所以寫久了PHP會很賺錢 也許吧 OK 那再來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需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File 剛剛的同學就有把它改成File 那File特別注意 其實File回圈 跟File回圈 或者DoFile回圈 差異在哪裡 可能每個同學也許都有學過語言 我看很多同學應該有學過 不過 真的好像 我能夠徹底了解的 不是算太多啦 那其實很簡單 特別注意 只有 應該算是什麼呢 只有大概 兩個地方不一樣而已 兩個地方不一樣 改一下就好了 馬上把它改成 畫有回圈 也可以馬上把它改成 多畫有回圈 怎麼改 其實這個會的話 Java也會 Java會的話 那個什麼 C sharp VB應該也會 所以我改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 其實各位可以看 他這個File回圈 後面有三個東西 1. 初始職 2. 進入的條件 3. 不進方式 OK 特別注意 123對不對 那花有 特別注意 他的瓜糊裡面 沒有前面的 也沒有後面的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 自己加上去 怎麼加 特別注意 1. 請你把那個 初始詞 假設你要改成 File的話 請你把初始詞 放在 File的上面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 File File 然後把這個初始詞 搬到哪裡呢 搬到File上面 搬上去 這個 拿掉 第2的話呢 請你把那個 布禁方式 有沒有 放在他的 瓜糊的上面 所以他的瓜糊 這個瓜糊 對應到哪一個 這個瓜糊 有沒有這個瓜糊 的 上面一行 你就把這個 I++ 有沒有 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他的瓜糊上面 然後再把這個拿掉 好了 改完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File回圈跟 壞回圈 其實是相通的 所以很多 像有些考試就考你了 請你把 File回圈改成壞回圈 還不簡單 太簡單了吧 OK好 改完之後不就沒事了 我發現好像我覺得很簡單的東西 好像剛剛同學都有很多問題 都是小細節 如果你這邊塞卡住沒關係 回頭 回家再把它重聽過 OK 試一下 那外回圈 不過他說什麼 第3行 有錯誤 這個地方 外回圈 什麼呢 這個啦 有沒有 這個忘了放 然後這個也忘了放 有沒有 OK好了 沒有錯誤了 因為早上交VB VB不用加 所以有的時候 交法要交 PHB要不要加 PHB要加 這個是一個分號結束符號 所以有時候寫太多也不是好問 有時候會卡住 其實就很簡單 其實很多語言特性 不過他們都相通的 這個你要叫我把它改成其他語言也都不會問題 都一樣的 寫法一樣 OK 試一次給各位看 做完之後按Safe Safe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直接執行一下 跑出來 一不一樣呢 一模一樣 有沒有一模一樣 那OK 那可是變成一半一半 怎麼辦 沒關係 你現在把J改一下 J怎麼改 一樣 先把這個改成壞 所以你會把1 改成壞 2 在壞上面呢 增加一個什麼 初始值 放在上面 分號 分號順便給好了 OK 順便搬過去 這樣就不用再少打一個 然後再來怎麼樣 在它的後刮鬍 它對應到的後刮鬍的上面 一行按Enter 給它什麼呢 不禁止 就是它加加 或減減 或其他的 那把它放上 放過來 一個分號 然後這邊的話不用分號 好了 改完了 所以應該很簡單吧 所以以後 FOR回圈 要改成壞回圈 或者是 壞回圈改回FOR回圈 應該都有概念 這一套東西 我想都是相通的 哪一種語言都一樣 OK 好 試一下 Safe 然後再把它 直接執行一下 OK 看起來應該沒問題 全部沒問題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改完了 改完之後 應該就 加加 所以你這邊放上面放下面 好像結果都可以 加加 一般我的習慣是 放在那個刮壺的上面 放在刮壺上面 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 那另外還有一個 Do while 那Do while 其實 它的 也是一樣 Wile是在哪裡呢 Wile是在這個後面 判斷 可是呢 Wile是 先 判斷 再進入 可是Do是 先Do 先做了 再去判斷 先上車後補票 不一樣 這不同 OK 就是先 先做 再測試 所以這個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如果說有一個 Do while回圈 那這個東西我想在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有那個講義有沒有 講義裡面我就是放在這個流程控制裡面 就是講那個剛剛講的 就是幾個像for回圈 度回圈 回圈這部分 這裡面的話都有Do while 跟while幾乎是一樣的 只是什麼呢 Do while是 是執行回圈 Do while回圈是先執行 然後再來判斷 就大概對這一次的講法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也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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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